大学暴读大众传媒科系 毕业了之后能够当明星 What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CabryCabby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呢 我们就会来聊聊天 我们会来聊什么呢 我发现到其实 有些人无论是长辈啊 同辈啊 或者是晚辈 可能对大众传媒科系 都会有一些误解 那么在今天 我们开始聊这个话题之前呢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我的CabryChadows卡比频道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呢 记得打开小铃铛 订阅频道 那么你就能够在第一时间 收到影片的最新通知啦 好 那么现在可能你会有一个疑问 凭什么卡比现在 有资格在这里讨论这些话题呢 是的 虽然我是普通人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和大家讨论 分享有关大众传媒科系的一些东西 可是因为我是毕业于 马来西亚大学的广播系 所以今天呢 我纯粹是想要和大家分享 我的一些看法和一些观点 那至于我为什么会大学报读广播系呢 这是 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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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故事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再和大家分享 首先 我听到很多人会说 哎哟 大众传媒什么Course来的 随随便便的可以读我不是吗 哎哟 这样随便的Course 哎哟随便读我啦 这不是当明星的Course吗 那种你懂吗 在电视机前面摇来摇去 摇来摇去就有钱赚了 哎呀 不会读书的人读的啦 哎呀 成绩烂的人读的啦 哈 Hello Excuse me Excuse me 我今天就要来打破大家对这些的看法 首先很多人其实会把大众传媒科系 和明星主持人扯上关系 可是呢 其实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的讲师 教的大多数都是幕后的知识 而不是目前的知识 比如我们学习的是影视制作 剪辑 电台录音剪辑 剧本 编辑 等等 可是我们的讲师不是叫我们表演戏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讲师不会教我们该怎么去跳舞 怎样在镜头面前唱歌之类这样的东西 我们的讲师也不会教我们怎样去跳 没有 而且我们的讲师也不会教我们怎样去 也是没有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大众传媒科系有一个误解 很多人认为你报读的这个科系出来了 你就能够当明星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暴读大众传媒科系呢 它不能够保证你毕业了之后 一定能当明星 不然我现在在这边做什么 OK 可是有一点无法否认的东西就是 你报读了大众传媒科系 然后你毕业了之后 你踏入了这个圈子 然后你在这个圈子慢慢工作 认识到很多圈内的人 这个时候可能大众传媒科系 就能够是作为一个类似助力的东西 所以呢 大众传媒科系不能够保证你一定能做明星 可是如果你想要就是当艺人 或是演员 明星这一类 比如在中国 其实他们就会有北京电影学院啊 其实北京电影学院 也是我的梦想之一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在那里见 第二呢 其实我也是会听到很多人对 大众传媒科系有类似这样子的误解 我告诉你 这个课程 尤其不会要讨厌的人会报名的 你看 外出的人不会要讨厌的课报名的这个课程 讨厌有什么银 没银嘛 好 我跟你说了 还是真的在报名这一款课程 要不要跟我说 虽然这个科系叫做大众传媒 传媒 媒体 可是呢 其实我们在课堂上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有用到数学 而且我们还是会有读关于法律的东西 所以呢 其实我们是需要读书的 比如我还记得在我year one的时候 我们就有学 advertising 然后我们在学 advertising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要用到 就是media planning啊 就是statistic啊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做assignment 在考试 在上lecture class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需要用到数学的 而且我们也是有学习 media act media law 法律不是万万的东西 需要很大量的 cherry很大量的去阅读 你才会明白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大众传媒科系呢 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而且也不是像大家想的 就是不需要读书 我们是需要读书的 需要读书 我们真的需要读书 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第三 其实我会听到很多人说 Mescomber room 不是man is clubbing的吗 man party in the house的吗 man dj dj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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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 No 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我们的科系 assignments 比其他科系是来得更多的 而且我们在做我们的assignments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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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可能你get不到我这个点 可是我给你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们在做editing 有时候我们再换一个color 我们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去render它出来 比如 而且我还记得以前在大学时期 除了我的宿舍之外 我的大学其实就很像我的第二个家 我们常常必须在学校就是 熬夜做很多很多很多assignments 而且常常在学校的录音室或者剪辑室 熬夜过夜 对 就是直接在那里睡觉 就是直接在录音室里面睡觉 因为 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 其实每一个科系有每一个科系的辛苦 然后 大众和没科系 也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我们也是有我们辛苦的地方之 然后现在呢 其实我也是会常常听到很多人说 诶 你剪那个video 很容易的吗 诶 你可以帮我剪剪一下几个video 帮我剪剪一下啦 那五个video 剪剪一下啦 剪剪一下啦 OK 这样容易咩 我跟你讲 怎样剪的方法比较容易 诶 bro 有没有一把剪刀给我 我要剪剪一下 我帮他们剪剪一下 这个video很简单的吗 诶给我剪刀一下 所以呢 我们的科系真的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那样 每天去clubbing 没有 bader opsoyo 真的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几个点 那么如果你是大众传媒的学生 或者是大众传媒科系的毕业生 如果你也有什么想要补充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希望呢这个影片就推出了之后 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 appreciate我们这些媒体人 然后appreciate我们这些读大众传媒科系的学生 然后了解我们的辛苦之处 祝马来西亚影视圈越来越好 加油 好啦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看Cabry Channel 卡比频道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留言分享 订阅打开小铃铛 好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打开小铃铛订阅频道 哎 哎 bro 我叫你off了你还不要off咩 off了end了 等一下我要多剪几秒咧